离选举日还有整整一个星期 我们这个邮寄选票就来了 那今天准备给先生两个人 好好的舔一舔 准备马上寄出去 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决定了 该选哪个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看到吧 信封还要填 这个是一个漏 这个也是一个漏 好了 全部都搞完了 准备寄出去 选举票就这样寄出去了 反正下个星期就有结果出来的 对不对 那不管谁当总统 对我们的平民百姓的生活 影响有没有那么大呢 没有那么大 以前这个上去那个上去 你也看了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言归正传 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 讲一个专职子女的话题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最近想这个事 想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想来聊聊我的心里话 那什么是专职子女呢 显然就是没有工作 靠着父母养活 而且父母会给一定报酬的 我打个比方讲 有一天我看视频 看了一个博主在上海 访问这个街上的老人 这个老年妈妈就这样说 她讲我儿子四五十岁了 一个人也没有结婚 那我现在要请个保姆照顾我们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那我叫我儿子照顾我 我一个月给他四五千块钱 这不是扯平的吗 儿子还更好说话 对不对 这个儿子就是典型的专职子女 跟啃老不同 啃老的人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就希望买房子 买车子 从父母那里搞点钱过来 是这样的 他自己也有钱的 那么专职子女 他除了做子女 他们有别的收入的 对吧 这个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这个这种人都见得到 我在这里想专职子女 这个是能做的长度 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工作 那我们是专职人员 比如像我以前是搞食品研究的 那专职那么就是一个职业 我以这个职业为生 我靠这个职业 我靠我的在这个职业里面 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来养活我自己 不管什么事当成一个职业来说 他就有个什么呢 就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 那么专职子女的职业道德 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还真讲不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这里面怎么样划清这个界限 对吧 是不是就是小孩来帮我 你要做这么 跟外人一样的 你要做这么多事 我每个月给你4000块钱 或者5000块钱 你要做不好的话 有什么怎么样 我们在职场上面有个职业道德 就是说你要遵从这个职业道德 我必须遵守这个职业 还必须遵守 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对不对 现在想了很久 我都没有想清楚 要是如果是一个专职子女的话 他的职业道德 这个线怎么划 我觉得没有办法划 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之间 很多的是 除了钱以外 还有一些纠缠不清的东西 那要是如果你在职场上面 比如像 你跟一个人开公司 对吧 开公司你们两个就有个职业道德的问题 但是你偏偏跟这个 开公司的这个合作方 你是一个恋人关系 或者是夫妻关系 这种公司是实在是很难走得下去的 万一两个人有分歧的话 不仅影响到 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成败 而且还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对不对 一根亲情 或者恋情 跟这个感情挂上钩的东西 你这个道德的这个 这个线就很难很难画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专制子女的问题 我这个线我就不知道定在哪个地方 现在打个比方 我的女儿如果是个专制子女的话 我会要她怎么做 要是如果我需要请个保姆的话 我会跟个保姆讲 你每天什么时候 哪件事比较做要做得好 你的时间要根据我的时间来 因为我付了你的钱 如果女儿来给我当专制子女的话 我就会考虑到她的利益 虽然我付了工资给她 但是我不能很强迫地要求她 你九点十一点钟必须来 因为我想到她九点到十一点钟 她也有事 对不对 有这种亲情的话 没有办法把这个职场上的东西 规定得那么死 因为会互相照顾一点 尤其是我们付钱的那一方 父母亲的会照顾她 她不一定会照顾我们 就是因为有这种感情 在我们的这个雇主和雇员关系之间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 划清这条界线 所以我觉得专职子女 只能是临时的过渡时期 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付保姆四千块钱 我付你也四千块钱 那保姆是要听从我的安排的 我叫她做什么 她都必须遵守的 那么小孩不遵守的话 你要多讲她几句 她会不会极怨成恨 保姆你可以说她 保姆你这样做不对 那小孩你不能这样说她 因为一说她的话 很可能这个亲情就没有了 我这个人心比较软 我是不愿意让女儿做我的专职子女 还好她自己很独立 她不需要这样做 那我想让她要说过 是我跟我妈妈 我现在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那地方 我妈妈付我四千块钱 我愿不愿意做专职子女 做她的专职子女呢 她怎么叫我 我怎么怎么做 其实她怎么叫我 我怎么做 我这点我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现在也退休了 对不对 我妈妈讲你必须要这样做 你必须那样做 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妈妈有一个特点 她这个退休前 她是一个领导 管人管惯了 我去当我妈妈的全职子女的时候 我不能容忍的就是 我妈妈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 所以在父母和孩子之间 父母往往往往往就会对小孩 去指手画脚 会给自己的专职子女孩子 无形中很大的压力 人家条件还没有你好 现在结了婚 生了两个孩子 你现在一个对象都找不到 小孩就觉得父母干涉太多 我身边没有朋友家里有专职子女的这种事 所以我不知道真正他们变成专职子女 这个父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会怎么样的 但是我根据我的分析的话 这种关系一定不会长久 作为父母亲来讲 父母花了同样的钱 不只用自己的小孩 比保姆要艰难的多 因为小孩你会去迁就他 话讲了这么多 就讲了一句 世界上有专职子女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只能当成短暂的职业来做 因为这个里面的线太难划清了 搞得不好是 这个父母和子女的病人仇人都有可能 讲了专职子女 那么还讲专职父母 专职父母 是不是也有这种人 有 但是父母亲 不管专职不专职 生了小孩以后就是一生的任务 那你看看我 我们生的这个小孩 独生子女 从小一天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们长大 长大了以后把他送到大学里面去 他以后大学毕业了以后结婚生孩子 那么现在他都三十多岁了 我们还在去帮他 对不对 就是这个父母是就没有这个专职不专职的了 就是有多大的奉献 父母亲都会奉献给孩子 这是大部分人的做法 也有少部分人 专职父母 就是我什么都不做 我也没有钱 你在养我 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人 在美国好像没有这样的 我没有看到 起码我没有看到过 我没有听到过 就父母亲穷得要死的时候 那小孩很有钱 他也不会去听 在美国算得很清楚 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生小孩没啥意思 我觉得 你要怎么看 如果你是不喜欢小孩的话 真是不如不生 责任太大 而且自己的生活质量会降低 那以前生育还有一个传宗接代的问题 现在也没什么宗什么代了 那除了父母亲 那爷爷奶奶那一辈 还会去扫个墓 哪个还会讲去 我家一个祖宗十八代是谁 Who cares